出院这天 女朋友给她的小青梅送了一千朵玫瑰 她们牵着手 含情默默对视的视频被人发到网上热议 网友们直呼磕疯了 她的闺女们将视频发到群里 阴阳怪气地给我说道 你应该不会介意吧 我笑着说 当然不会 因为玩具脏了 就该扔了 在我看到群里的消息时 这视频已经在网上爆火热议了一天了 随便点开一条 底下的评论都在说 她们狼才女貌天生一对 看到那一千朵火红耀眼的玫瑰 和男孩一脸幸福的惊呼 我的心口仿佛被人挖了个洞 今天是我出院的日子 柳如烟原本说要来接我 还要带我去吃顿大餐庆祝出院 可等我办完出院手续 等的天都黑了 她却告诉我 公司临时出了点事 让我自己回家 我信了她的话 甚至饿到现在也没吃晚饭 再次拿起手机 想问问她需不需要准备夜宵 可看到的却是她的闺蜜群里 一条她蝶小青梅 送了一千朵玫瑰的视频 真是 像个小丑啊 我自虐般将视频看了一遍又一遍 看着柳如烟含情默默的眼神 看着一腾成灿烂的笑容 柳如烟从来不会用这种眼神看我 从前 我只以为柳如烟性格冷清沉闷 不擅长表达爱 可原来 她不但会爱 甚至爱得极尽奢华又肆意张扬 只是 那个让她愿意付出的对象 不是我 我嘲讽地勾起嘴角 将桌子上准备好的饭菜 全数倒进了垃圾桶里 而后给柳如烟打了个电话过去 电话响了许久才被接起 她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冰冷 怎么了 我看着垃圾桶里的菜 默然问 你什么时候回家 柳如烟那边的声音十分嘈杂 随后慢慢安静了下来 才说 事情还没处理完 我现在在开会 她撒谎撒得理直气壮 丝毫没有心虚的感觉 看来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柳如烟 我们分手吧 你又在做什么妖 我吃笑一声 柳如烟 有空记得上上网 这样真的挺没意思的 没等她说话 我毫不犹豫挂了电话 扫了一眼垃圾桶里的饭菜 起身去卧室收拾自己的东西 拉着行李箱 回了我在公司旁边的那套房 回到许久没人住的屋子 到处泛着沉浮的气息 和我的心一样 快要烂透了 懒得收拾 换了备单我就上床睡觉了 再睁眼 是被柳如烟的电话吵醒的 她语气很脆 言语之前满是斥责 你又发什么疯 不是让你在家等我吗 你怎么把你的东西都带走了 看来 她并没有听我的劝 去看看热搜 我没有说话 直接挂掉了电话 然后拿出电脑开始办公 反正 这种事已经反反复复发生了好几次 只要有关一腾城的事 柳如烟就会格外上心 有一次她不知从哪听说 一腾城在国外过的艰辛 手头紧 二话不说就给她转了一百万 如果只是金钱帮助也就算了 可她辗转反侧到半夜 突然起身跟我说 公司有事要出差一趟 而目的地 却是一腾城所在的城市 为着一腾城的事 我和柳如烟吵过无数次 每次我们发生争吵 她都会义无反顾地选择一腾城 然后在事后又低头向我道歉安抚我 打一棒子给一个甜枣 用这种手段 让我一直傻傻地在原地等她 原谅她 周围的人都劝我 像柳如烟这样会哄女朋友 低头认错的好男人不多了 要我好好珍惜这段感情 可他们不知道 这段感情早都脏了 玩具脏了 就该扔了 傍晚出门买菜 刚出小区 我就看到柳如烟靠在车门上 她一身好看的裙子 面容俊俊丽 一双大长腿让人完全挪不开眼 若是以前 我会满脸猝意将她推上车 可是现在 我看都不想再看她一眼 我自顾自往小区外的超市总 柳如烟眉头一皱 快步向我走来 拦住了我的去路 她刻意避开昨天晚上的事 淡淡地说 腾城昨天刚回国 今天准备了洗尘宴 我懒懒地抬了抬眼眸 拉开车门 我坐在了后座 我不想说话 柳如烟欲言又止 车里有一股浓重的花香 本来是好闻的 可对于晕车的我来说 胃里只觉得翻江倒海 我突然问 你喜欢玫瑰味的车在香水 后视镜中 柳如烟眼神微微躲闪 挺好闻的 好闻吗 是啊 因为这是一腾城最喜欢的花 一路沉默 车程不远 不久就到了一腾城 半洗尘宴的酒店 里面不仅有我 还有柳如烟的一群发小好闺蜜 一腾城看到了柳如烟身边的我 微愣后又换上一副惊喜的神情 我们都等好久了 你们终于来了 我但笑着看他 不好意思 我没带礼物 一腾城和柳如烟是青梅竹马 虽然一腾城出国流血了 但两人从未断了联系 柳如烟经常会跟他打电话 在家里也毫不避讳将免提打开 自始至终我们都清楚彼此的存在 没事 我送了 柳如烟拉着我想找个没人的位置坐下 可剩下的却都是单人位 仿佛要刻意将我们俩隔开 我吃笑一声 随便找了位置坐下 将一腾城身边的空位留给了柳如烟 柳如烟迟迟疑地看了我一眼 终究还是没说什么 在一腾城身边坐了下来 我听到身边的人不屑轻横 他们都是与柳如烟和一腾城一起长大的 虽然我现在是柳如烟名正言顺的女朋友 但对于他们来说 我才是那个插足柳如烟和一腾城感情的人 之前我还想是不是我这个女朋友做得不够好 经常在工作上利用家里的资源帮她 但他们总是理所应当地接纳我的好心 转头却觉得我在弥补插足别人感情的愧疚 我累了 也不想把心思再放到讨好别人身上 是我太天真了 现在才醒悟过来 整场酒局 我一言不发 只听着柳如烟笑着跟一腾城回忆着 我从未参与过的曾经 柳如烟有洁癖 甚至在家里吃饭都是用公块 然而 她现在居然能接受一腾城将自己碗里不想吃的东西 全部夹到她的碗里 再一口一口吃掉 一腾城笑着给她夹菜 若是放在我身上 怕是只会得到一句 别嫁给我 脏死了 看着眼前这一幕 我胸口堵塞 说不爱了 可真的发生在自己面前 却还是会心痛 不仅是我 周南也注意到了 她用手肘撞了撞柳如烟 调侃道 别光顾着自己吃啊 你男朋友还没吃两口呢 柳如烟反应过来 她看了看我面前崭新的碗里 可已经被他们吃得七七八八的饭菜 说都叫你来聚餐了 还减什么肥 她叫来了服务员 来点烧烤 我摇摇头 来点海鲜 我记得你之前不是最喜欢吃海鲜了 那来点麻辣小龙虾 柳如烟皱起了眉口 语气有些不耐 记博答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抬头对上她愿怒的眼神 默然开口 柳如烟 我前两天昨晚肠胃手术 刚刚出院 不能吃辛辣刺激的东西 一腾成口味中 所以她今天晚上点的都是很辣的川菜 她忘了我前两天做完手术刚刚出院 放眼望去 桌子上没有一道是我能吃的菜 柳如烟熄灭了怒火 向我道歉 对不起 我忘了 你生气了吗 你要是肚子饿了 我就去给你点一些淡口的菜 你知道腾成喜欢吃辣 他这副模样 倒是让我看起来像在乱发脾气 没事 你们吃吧 刚刚公司发消息过来 让我回去处理些事 我先走了 我倾笑了声 拿起包就准备走 你是不是因为柳如烟 给腾成送玫瑰的事才不高兴的 周南看着我说 也遇到 直到这是被提起 一腾成才仿佛刚反应过来 茶里茶气地说 不好意思啊伯达哥 如烟知道我最喜欢的是玫瑰 才会在接机的时候想到这处 伯达哥 你是在生我的气吗 我都道歉了 话说到最后 他的声音已经哽咽 柳如烟看着一腾成越来越红的眼眶 语气逐渐愈怒 我不过是送了别人话 你就生气了 纪伯达 你以前不是这样想起来 全场都安静了 一腾成就站在他的身后 向我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 看吧 他根本不知道跟异性保持边界感 总是理直气壮 一次又一次地质问我无理取责 我以为 只要我不在乎 只要他在我身边 一腾成喜欢你就给他多买点 这一次 我转身拉开了包厢的门 不再失望他的回头 不再想要他的解释 在关门之前 我还隐隐约约能听见他们的谈话 如烟 纪伯达都生气了 你快追上去跟他解释啊 天天作妖 我都烦死了 不用理他 我们继续 天天作妖 我到底做了什么 会让他这么看我 出了酒店的门 我却没有了回家的念头 我沿着路边慢慢走着 仍由风吹乱我的头发 身边有一对情侣挽着手 打闹着过去了 当时 我刚和柳如烟刚谈恋爱 不知道一腾成的存在时 我们也曾这么爱过 如焦四七 觉得自己就是能与柳如烟相伴一生 白头到老的人 可是为什么 我们会走到如今这个地步吗 我自嘲地笑了 不知不觉 我走到了一家花店 一对小情侣从店里出来 女孩手中抱着一束花 含羞带笑地依偎在男孩的怀中 我进去买了一只玫瑰 没有药包装 将玫瑰花捏在手里 花刺划伤了我的手掌 手上鲜血淋漓 我却感觉不到痛 就像我早已千疮百孔的心 不知何时失去了感知的能力 回家后 刚用酒精给手消了毒 柳如烟就打来了电话 你回家了吗 你走后 大家都没胃口继续吃了 毕竟这是腾成的喜尘宴 因为你 大家的好心情都毁了 或两天你上门去给他赔礼道歉 我没有说话 或许是得不到我的恢复 他的语气变得有些愁 话里话外 都是对我的斥责和不耐烦 我干脆将手机声音调小 扔在一边 任凭他说什么都不再理会 等我收拾完 电话已经挂掉了 我躺在床上准备刷刷新闻就睡觉 却刷到柳如烟的微博 是一腾成亲密地挽着柳如烟的手 拉着他拍照 而柳如烟脸上是无可奈何又宠溺的笑 佩文 祝我们 一直是我们 评论区认出了他们室内对 机场玫瑰花情侣 都在夸赞他们郎才女貌 家偶天成 我誓然一笑 也评论了一句 祝福 第二天 我复工去公司上班 突然有外卖电话 让我下楼取一下 我疑惑自己根本没买东西 他说 是一个很帅的小哥哥给了他很多小费 让东西务必亲手送到我的手上 他暧昧地说 是一条很好看的手表 我拿着盒子 并没有打开 而是将手表连带盒子一起送给了保安 公司门口停了许久的车上下来了一个人 柳如烟黑着脸 怒气冲冲地朝我走来 你不是一直很想要这个手表吗 你就这样给扔了 他的话中满是懊恼和怒气 皱着眉头 十分不满地看着我 柳如烟 我都不想要了 我的淡然激怒了柳如烟 他抓住我的手腕 声音低沉可怕 纪博答 你到底要闹脾气到什么时候 看着面前生气的柳如烟 我笑得开怀 这就受不了了吗 柳如烟 你喜欢跟别人用一件垃圾 我可没有这个爱好 脏东西 就应该待在垃圾桶里 柳如烟的生日是深冬 以前每年我都会替他求一份服用 那次是他的本命年 我一步一步爬上山顶 在庙店跪了一天 膝盖亲子 回到家半个月没能下床走路 这才求得一块平安扣 那段时间他工作不顺 本命年多太岁 看着他日渐销售 我只是希望他能顺顺利利 少些操劳 却不想一个月后 我在他和伊藤城视频的时候 在伊藤城的驳梗上 看到了那枚平安扣 手机里 伊藤城胶里娇气地说 如烟 这块玉材质一般啊 我有点不喜欢了 柳如烟忙着看合同 听到伊藤城的话 头也不抬地说 不喜欢就扔了 不是什么重要玩意儿 我还没来得及问出口 就听电话那头清脆的碎裂声 那我扔了 哎呀 这就碎了 我就说吧 这雨一看就是假的 那是我第一次向柳如烟发火 以前他想给伊藤城什么我都忍了 不过是一些再买就好的误解 吃的也好 用的也好 我送他的东西 从没出现在他身上哪怕一次 可这块平安扣 那大概是我第一次跟他发这么大的火 柳如烟顿了顿 很快又找了个新借口 你知道 我又不喜欢戴首饰 藤城一个人在国外 过得那么辛苦 连一个手表都舍不得买 这些正好可以给藤城 思绪回笼 我突然好累 我懒得再和垃圾说话 侧身避开了他的触碰 转身就走 住院许久 工作囤积了一堆 复工第一天忙得不可开交 闲下来在看手机时 才发现柳如烟在不同时间 陆陆续续给我发了百来条消息 我立刻将他拉黑 不知道柳如烟在执着些什么 我经常接到外卖的电话 无一例外都是柳如烟送来的东西 我都将他的东西 送给了同事或者垃圾桶 同事约我出去吃饭 我也不用再考虑什么 不用去考虑柳如烟的想法后 我发现我的人生 比之前轻松了不少 远离了柳如烟和伊藤城后 整个世界都清静了 手术恢复期一过 我开始和朋友吃吃喝喝享受生活 如果不是看到周南的消息 我都快忘了他们了 纪博答 你准备几点到 我们都在酒店了 我十分疑惑 我要去干什么 不是柳如烟说 你们要跟藤城赔礼道歉 再请我们吃一顿呢 大家都等着呢 你快点 紧接着 他发来了酒店的地址 这句发完后 对面再也没有发过消息 我叹了一口气 和同事道了个歉 拿起包走了 看来柳如烟似乎还不明白我的意思 既然大家都在 那正好都把话说开了 到了地方 我发现这家是柳如烟 去年跟我提起过的餐厅 说是等我生日带我来吃 后来因为柳如烟实在太忙 就不了了之了 我刚准备敲门 就听见里面传来的周南的抱怨声 这个纪博答 装什么装啊 上次得罪了腾成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这次给人道歉 怎么还是这个态度 你当时是怎么看上他呢 一腾成茶里茶气地说 如烟那么爱既博答 既博答被如烟一直宠着 脾气大也是必然的 如烟可是把他惯坏了 周南冷哼一声 还是腾成你的比较好 要不是你当时你出过流血了 还能轮得到他攀上如烟吗 我的手死死地攥着一脚 他们以前差一点就在一起了 原来 这一切都有技可循的 一腾成原来 是柳如烟的初恋了 到了怎么不进去 我回头看他 笑得决绝 不了 我就不进去影响你们谈恋爱了 门内的谈话声戛然而止 我的脸冷的结冰 甩开他的手准备转身离开 一腾成和周南听到我们的谈话声打开了门 他们尴尬地看着我 周南说 来了呀 那就进来吧 大家你都等着你了 我冷笑着说 不用了 看见你们我就恶心 一腾成和周南变了脸色 周南差点骂脏话 纪博答 你在说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 定定地看着柳如烟 你一天到晚都和一腾成打着电话 一腾成有求你必应 凡是第一时间想到也是一腾成 柳如烟 你觉得我看起来像傻子吗 柳如烟有些恼怒 你瞎说什么 我一直都是把腾成当哥哥看的 此言一出 一腾成白了脸色 我慢慢地看过柳如烟 周南 一腾成的脸 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我之前我那些行径 说不定在他们眼中 就像一个跳梁小丑呢 我说过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不用跟我解释 你和一腾成是什么关系都与我无关 我推开他 静止走了 在等车的间隙 我将他与他有关的东西 统统拉黑删除 这一次 我绝不会再回头 与柳如烟断了联系后 我的工作也走上河正轨 埋头将先前的工作全数完成 累得每天回家倒头就睡 老板给我倒了一杯咖啡 笑着说 别这么辛苦 累坏了身子你女朋友会心疼的 说什么呢 我没有女朋友 人言 她的眸光微动 我伸了个懒腰 抬眼看向窗外 太阳已经快落伤了 就连同事也所剩无几 从前 下班后我总是第一个离开的 没想到今天都这么晚了 我的肚子也在抗你 我不好意思的笑了笑了 老板打趣的看了看我 拿起桌上的车钥匙 正好我要去吃饭 请勤奋的员工搓一顿 这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我自己去公司的餐厅吃吧 这个点公司的餐厅早就打烊了 我朋友在某某街 开了一家非常好吃的面馆 还可以顺路送你回家 难道你是觉得 看着我这张脸吃不下饭 不 我下了车 却看到我们身后的车里 下来了一个熟悉的人 他看起来有些狼狈 满脸写着脑梦 我一下胃口全无 老板奇怪地问我 跟了我们一路了 他是你女朋友 我斩钉截铁地否认 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我没有工夫去揣测他的心思 放轻了声音 你先去吃吧 我突然想起来 我前些天刚做完手术 不能吃这些东西 不好意思的 我身体好了 我回请你一顿吧 别搅得借口 好吧 那你小心点 他一人走进了面馆 柳如烟忍不住了 他快不向我走来 眼中带着恼怒 那个女的是谁 我甩开她的手 紧紧抿着唇 她摁住我的肩膀 一双眼死死地瞪着我 咬牙切齿 纪博答 那个人到底是谁 关你什么事 我推开她 语气冷然 柳如烟 你别忘了 我们已经分手了 分手 我们为什么要分手 我什么时候同意分手了 我反唇相机 你连为什么我想分手的原因都不知道 两个人在一起 有矛盾是正常的 你说出来 我可以改 我说了一次又一次 可是她改过吗 我真是奇了怪了 她真的觉得会有人 看着自己的女朋友天天 和另外一个男人如娇似气 会不生气吗 柳如烟 我们真的不合适 分手对我们来说都好 你还是去找真正适合你的吧 那天我送腾城玫瑰花 你是不是真的生气了 看 她从来都是 腾城腾城 的喊着 叫我的名字 总是沉闷的一声 纪博答 我不是木头 被爱与不爱 我还是能感知出来的 你气我 一腾城才更像她的男朋友 我叹了一口气 平静地看着她 柳如烟 你还记得 你那天答应过我什么吗 柳如烟忽然愣住了 我看着她的眼睛 继续说 那天是我出院的日子 你说好要接我回家 你却告诉我你公司有事 是 我是骗了你 可是腾城那天回来的突然 我想给她一个惊喜 我满眼写着失望 我说了这么多 无非是想要她的一个道歉 她却依旧避重就轻 为自己的谎言开脱 我也没有说谎 那天我确实是在公司 处理完事情之后 才柳如烟没有说下去 她知道她在我这 已经信任全无 却仍旧固执地拉住我的手 纪伯达 你真的 她刚要说什么 就被突如其来的电话打断 铃声是一腾城 让她给她设的专属铃声 好了 你的腾城又有事来找你了 我先走了 我甩开她的手 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 一丝眼神都不愿意分给她 第二天 我朋友就给我分享了一个视频 纪伯达 你知道这个一千朵玫瑰花的事情吗 真的太浪漫了 现在全网都在嗑她俩的C品 你快看看我给你发的 我点开了她给我分享的视频 视频是在一个公园拍的 一腾城手中拿着一个冰淇淋 看着柳如烟笑着的时候 嘴角有两个小小的礼窝 妈呀 你看看这个氛围 你看看这个拉斯的眼神 这两个人要不是情侣 我就把手机吃了 这也太甜了 拍视频的人说 昨天晚上在公园偶遇了他们俩 当时就被甜到发腻 一千朵玫瑰也太浪漫了 最近玫瑰都炒作涨价了 有这样的白富美 我每天都不出门了 朋友只知道我谈了个女朋友 但不知道我的男朋友 就是视频的男主角 看着他的话 我的心拔凉 他不是不懂浪漫 他只是把自己的浪漫 都留给了一腾城 我突然看看了 我慢慢打着字 是啊 他们俩真是相配 配生配死 最好离我远一点 我本以为我的日子 会一直风平浪静 直到我在我家楼下 看到了许久不见的周南 他所以十分低雅 似乎刚刚哭过一场 如烟从二楼掉下来时 摔到了脑袋 现在人还在医院昏迷不醒 所以呢 我淡然地看着他 我们俩已经没有关系了 你又想怎么样 周南沉默了一会 说 我和如烟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 腾城走了之后 我以为他只是孤单 才跟你在一起的 我没想到他会真的喜欢上 他叹了一口气 你还在介意如烟 给腾城放烟花这件事吗 我轻笑 我当然不会介意 他惊恶地看着我 没想到会得到这样的回答 我早就不要他了 还谈什么介意不介意 我懒得再和他扯皮 准备出门上班 周南立即上前又拦住了我 纪博答 你能不能 去医院看一看如烟 他伤得真的很重 难道你一点都不心疼他吗 他昨天从二楼摔下来 救护车来之前 他都说要和你打个电话 生怕你找不到他 再怎么说你们以前也是 他说这话的时候 自己都不觉得很可笑吗 你怎么不去找一腾城 你不是觉得 一腾城和柳如烟才是绝配吗 丢下这句话 我没有再理他 再和他聊下去 我的这个月全情奖就要没了 分明先前对我那么看不起 现在在我面前上演 情深意重的戏码又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向任何人 打听柳如烟的情况 他以往那些兄弟打来电话 我也一个个拉飞 没过两天 柳如烟满身狼狈地 出现在了我公司的楼下 我装作没有看到他 静止越过了他 纪博答 好想你 我们能不能坐下来好好聊聊 他精神泱泱 眼底的红血丝清晰可见 语气中盖着袭击 我停下脚步 有什么话现在就说了吧 见我愿意和他说话 他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他神神秘秘把我拉到了 公司附近的公园 我打量着公园 公园似乎在装修 什么新的运动器材 有什么话就说 话未说完 盖着 器材 的防水布被扯下 绚丽娇艳的玫瑰花 让一整片公园的鲜花 黯然失色 我看着面前的一大簇 玫瑰花 心口像是被堵住了 喘不上气 纪博答 之前是我的错 作为女朋友 我没有考虑过你的胆受 这次的玫瑰花 为你而盛开 柳如烟的声音低沉雌性 又非常温柔 玫瑰花印在我 火红耀眼 我的第一反应却是 异腾诚知道了 会介意吗 他介意又如何 他只是我的哥哥 你可是我名正言顺的男朋友 可看着眼前这浪漫的一幕 我的心中却毫无波澜 我叹息着问他 柳如烟 你知道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吗 柳如烟眼中的欣喜 变为了困我 柳如烟 我不是因为你没给我和他 同等待遇而生气 也不是因为你对我说谎而生气 我想要的 你不明白 也给不了我 我以为在一起了这么多年 我能改变他 我还是太天真了 原来他从来都不知道 我究竟想要的是什么 我想要的是坚定不移的选择 和毫无理由的偏爱 这次的一千朵玫瑰 又再次上了热搜 但大家都在祝福柳如烟和伊藤城 因为他们看到了柳如烟 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 男主人公是伊藤城 朋友在和我讨论时 我看完视频 然后面无表情地发了一集 好浪漫了 老板把我叫去办公室 问我隔壁是有一个长期的项目 有很大的机遇 去的话可以让老员工代代我 这是一次机遇 也是一次挑战 换座以前 我可能会求安稳而拒绝 好 我去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老板笑着问 那可是要长期定居在隔壁市的 你不用回去跟亲戚朋友商量商量吗 我的爸爸妈妈长期都在国外 他们也十分开明 无论我打算做什么 他们都会支持我 不用 我爸妈也不是本地人 我只是大学在这里商量 老板倾壳一声 我说的是你那个女朋友 我笑着说 我们已经分手了 上次那个是你的前女友 我点点头 我答应了老板 我和爸爸妈妈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们我又要搬家了 他们表示没意见 只要我高兴就好 我妈还是劝了劝我 你要想清楚 你要是去隔壁市 你们两个以后就是异地恋了 你们俩工作都那么忙 到时候见一面多不容易啊 我没有自己想象中的纠结和痛苦 而是直截了当地说 妈 我们分手了 我妈压一道 柳如烟提的吗 是我 我妈以为我们两个在吵架 让我不要一时冲动 劝我好好想想 大一的时候 爸爸妈妈问我说 要不要跟着他们去国外 我跟爸爸妈妈说 我遇见了一个特别喜欢的人 我要和他留在本市 我每天都会跟我爸妈打电话 跟爸妈聊柳如烟 说他有多好 爸爸妈妈从海外 有礼物回来的时候 都是由双份 一份给我 一份给柳如烟 爸爸妈妈也留了 我们会走到最后 我答 你可要想好了 妈 我心里有底 你们放心吧 妈妈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叹息着说 好 想清楚就好 你有上进心也是好事 说不定以后会有更适合你的 我打起精神向爸妈保证 但心中还是有点难受 自从和柳如烟在一起后 我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 怕我给他丢脸 他对我不满意 怕他不喜欢我 我想大大方方地站在他的身边 享受他的爱 可无论如何 他都给不了我这些 我付出的 和他付出的 从来都是不对等的 我真的太累了 挂了电话 我打算刷一回手机准备睡觉 又刷到了关于柳如烟的热搜 点进去一看 是柳如烟发布了一片声明 大概内容就是 澄清伊藤城不是他的男朋友 只是他的哥哥 这件事情已经严重影响到了 他的感情生活 让网友不要议论了 朋友也给我发来消息 我当时还觉得 第二个视频的男主人公 不会真是你吧 是我 我回到 我跟他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对方抱怨几句我不告诉他 随后立刻倒戈 跟我一起骂那对狗男女 我一看评论区 骂声一片 神经病 哪有给自己哥哥送玫瑰花的 当时全网都在刻他们CP的时候 他也没有出来澄清啊 怎么现在倒是蹦出来了 难道是圈钱圈够了 小哥哥估计是看到视频 才跟渣女吵架的吧 渣你的男朋友失惨 脚踏两只船的渣女去死 好恶心 我现在看到玫瑰痘我 第二天去公司 同事也旁敲侧击地问我 我大方承认 听到我的遭遇后 他们一边痛斥我 一边骂渣女 听到我分手了之后 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爽了 不愧是我们伯大哥 就是痛快 我越过人群 看到同事身后的老板脸上带笑 柳如烟又出现在了我家楼下 拿着手机给我看热搜上挂着的声音 他还说 既伯达 你要是介意一腾成的存在 我再也不会跟他接触 我真的喜欢你 晚了 柳如烟 太晚了 你喜欢我 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冷漠地推开他 请你不要再来找来骚扰我了 下次再来我就报警了 我头也不回地向前走 柳如烟像一只丧家之犬 只站在原地 静静地看着我越走越远 虽然他没有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但是他还是极力想渗透入我的生活 他会给我买我曾经跟他提起过的 喜欢的小礼物 会给我点我喜欢吃的甜品到公司里 还会给外卖员很高的小费 让对方务必看着我收下 我无可奈何 将甜品和礼物都转送给了老板和同事 跳槽的日子近了 直到我准备去隔壁市那一天 我在收拾东西搬家 整理好东西后 我在楼下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你要去哪 我在你 一路无言 还是柳如烟受不了沉闷的气氛 率先开了口 一直以来 对不起 我和腾成从小在一个院子一起长大 我只是把他当作哥哥 从来只是带伯父伯母照顾他 记博答 我没有喜欢过他 真的 我不知道你要什么 但是你可以告诉我 只要我能给你的 我都给你 他跟我说着他们小时候的故事 说他们的友情多么纯粹 想要我理解他的感受 我安静地听着 一句话都没说 柳如烟再反应过来 车已经跟着搬家公司的车下了高速 到达隔壁市了 下车后 他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 劝道 人生地不熟的 我这边有认识的人 要不 不用了 我立刻回绝 我接受他的帮助 也不想继续和他扯上任何关系了 新的公司门口 正站着一个高条美丽的女人 是我的老板 他叫沈幼楚 沈幼楚和我身边的柳如烟对上了眼 皱起了眉头 我解释道 顺路送我来的 柳如烟愣愣了愣 咬着牙问我 纪伯答 这是谁 我老板 来吧 我带你熟悉一下新环境 沈幼楚瞥了一眼柳如烟 随后转身进了公司 我准备跟上去 又被柳如烟拦下 他不甘地问 纪伯答 我们真的没有可蒙了吗 我点了点头 毅然丢下他走了 老板待着我逛了一圈 崭新的办公楼和崭新的办公室 看得我心痒痒 想要工作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你真的决定要留在这里了吗 不后悔 他笑着问我 我目光坚定 语气笃定 我不会回头了 过去的日子如同过往云烟 从今天开始 我要拥抱属于我的新生活